亏损了57.86块钱 2016年看起来整个经济展望 看起来是轨迫多变 起伏难料 TPK总经理钟一华 一语道破 今年景气 因为大陆同业杀价血流成河 只展望第一季 有点悲观 我觉得我们现在 我觉得第一季可能就是我们的谷底 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就可以 好像东风一起 我们就可以乘风而上 我们就可以会有比较好的 成功的果实可以来享受 TPK公布去年财报 出乎市场预料 第四季意外获利10.2亿 最大原因就是中国租税加持 值全年惨不忍睹 营收衰退6.3% 亏损200.1亿元 每股亏损57.86元 不过中一华依然畅多 我想整个今年来讲 我们看起来我们上半年来的业绩 相对比较平稳 我们陆续跟很多TO1的客户 都有很多新产品在开发 那些新产品在下半年就会陆续量产 所以我们肯定下半年业绩 一定比上半年会少好很多 反而认为TPK的救星还是苹果 下半年iPhone7上市 有望拉台TPK 指股民不捧场 18号重挫5.75% 收盘收在70.5元 然后TPK小股东 欲苦无泪 三连新闻云城 胡海中 台报道